DSE將於下午三放榜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今天在一連兩日 於灣仔會展舉辦 第26屆香港國際及就業展覽 吸引不少中午及應屆DSE校新參加 展覽有餘700間來自18個國家及地區院校及機構 省振設職業廣場展區 亦為求職者提供2,000個政府部門 紀律部隊及公司型機構 全職及兼職的職位 我們舉行的教育十就業展覽的目的 就是希望研究排山倒海的升學資訊之中 同時亦都安排專家提供客觀的建議 業助年輕人及早定覽表 我通常都是想在本地升學 即是在本地讀大學就算 沒想到那麼長遠 即是外地升學不僅家可能負擔不起 它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可能有些是會比在本地便宜一點 如果真的到了DSE校來 考完DSE校就可能我怕遲 對於資訊了解還沒那麼充足 好嗎? 應該做一些規劃好的路線 才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學習之中 令自己的DSE校高分一點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